英國泰晤時報接到多名消息人士報料 一名被拍到上網的721元朗恐襲事件中的白衣人 在英國劍橋開餐廳 據悉香港立法會議員林卓廷 已向英國內政部通報 有兩名721疑犯可能正身處英國 多名消息人士向泰晤時報指 施澤白衣人的是英國劍橋居民Steven M Steven M曾是劍橋兩間餐廳的東主 其中一間似乎已經倒閉的位於劍橋市中心的壽司餐廳Terry Aki 另一間店是他以前曾經營的位於劍橋市以北一間外賣店Milton House Takeaway 那間餐廳現在的經理指Steven M 已多年未與店內業務有關聯 正身處英國的香港中資創黨主席羅冠聰 和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都有就事件進行跟進 主席羅冠誠 14分 資格裸 新人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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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人群